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,主要内容是 韩星成勋惊喜说播3000粉轻剑打呼加狗叫 下到狂喜版,小编提醒,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添加小铃铛 韩国男演员成勋出道前,本来是一名卢武选手,有着运动员标准身材 近年因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爆红,又有超高人气 但成勋长期受失眠之苦,半夜醒来都会开直播和粉丝互动 而他又有裸睡习惯,26日深夜无必紧开播到睡着 吓坏3000多名粉丝,成勋时常在半夜开直播 和粉丝画家长到有睡意后,才会把直播关掉 但26日深夜他开直播时,画面突然一片全黑 已约看到成勋房间的天花板,结果又传出打呼声和他饲养的爱犬叫声 当时有超过3000名粉丝观看,有趣的是,粉丝们发现偶像睡着 没讲到不离福气陪着他,大家又怕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开始疯狂留言洗板块醒醒吧,欧爸睡太熟了吧 杨夕成勋爱犬,好像也想把欧爸吊起来 而这期间成勋的电话声也多次响起 结果到了清晨5点多,成勋的经纪人赶到他家,才把直播结束 不过,成勋曾自曝有罗事习惯,网友不免猜想经纪人应该捏了一把冷汗 怕粉丝们看到不该看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订阅添加小铃铛不迷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